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和实施建设30周年之际,为深入贯彻,即响应党的19大号召和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,大力提倡一风一俗,即开展全民健身运动,努力构建和谐社会,激发广大海外侨胞,港澳台同胞和各地商会,满怀热情对祖国,社会和家乡积极心情做贡献一场高品质,高规格, 高配之历年来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职业篮球,邀请在即将来临金秋飞,但邀请福建寻星FBS,广州证券,南京同西,四川金墙,清早国信双星,天津荣钢6支CBA职业篮球俱乐部,参赛比赛场馆,由厦门金庄国家会议及世界大学生,三乘以三的临时场地搭建商位金秋飞,赛事阳神搭到本次的比赛场地,目前,也已通过当地公安部门,对于大型群众兼活动临时场地搭建的, 安全标准审批手续,赛事期间场馆将可容纳3000名以上的现场观众观,看符合CEA直篮比赛的标准,本次大赛由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, 全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,作为顾问单位福建省篮球协会,全州市篮球协会,作为指导单位实施市文体旅游导电新闻出版局, 中共实施市委文明办,红山镇人民政府,实施市归国华侨联一会主办,实施市红山镇秋夏村粮委会,秋夏村老年协会承办实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港工委, 实施日报,实施电视台,实施市篮球协会,秋夏小学联合协办,以及广大海内外侨胞, 港澳台同胞及秋夏村湘咸共同筹办,金秋杯,2018年中国CBA男子职业篮球邀请赛将于2018年8月13日到17日晚在实施市红山镇秋夏小学举行, 目前最后的比赛前组委会一切的筹备工作正在锦罗密,古得进行金秋杯参赛球队介绍,江苏同西篮球俱乐部, 到2007年同西篮球俱乐部在南京成立球队秉承快速,灵活,准确,顽强的球峰于2008年开始征战NBL联赛, 2010年赢得了江苏职业篮球史上首个全国冠军奖杯, 带着七年四季总决赛两夺总冠军的辉煌战继同西南篮, 终于在2014年9月正式冲进CBA,同西南篮一直为江苏职业篮球的发展贡献, 积极力量也将为中国篮球的发展发挥机极作用, 2017年9月29日,江苏同西南篮官方宣布更改球队名称更名为南京同西全力冲, 继队史最佳战绩点击观看,江苏同西南篮是周年宣传片, 而今即将迈入CBA第五个赛季的同西在经历了2017-18赛季将是CBA联赛管办分离, 正式实施之后的第一个赛季的运营模和同西篮球俱乐部, 在很多方面走在了改革发展的前列不出意外, 同西将成为中国第二知识线上市的职业篮球俱乐部除此之外, 同西在体育产业的其他布局也在有序进行本次前来, 福建实施搜下参加金秋杯CBA篮球邀请赛, 我们有理由相信南京同西已然是金秋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之一, 同西南篮一定能带给所有关心, 喜欢及支持他们一路走来的全国球迷朋友一个惊喜, 因此我们期待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。